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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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撞上去 你看啊 你自己把紧急刹车啊 还有可能被后边的车给追尾了呢 虽然自己没有责任 但终归闹心啊 而那个引发事故的元凶 哦 早已扬差去了 所以网友在讨论这一类事故的时候呢 还用了一个词叫变道狗 可见的怨气有多大 这一回 这辆随意变道的大重车被撞翻在地 就让人们感到很解气 当然了 也有另外一些人就认为 尽管大重车强行变道无理在前 但比亚迪也不应该一报之报啊 况且你直接就这么撞上去 不但可能让前面的车主受伤 甚至有可能伤及到无辜啊 在视频当中 那条路上就有很多骑电动车的人 幸好啊 他们不再事故发生地点 否则那后果是不堪设计 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 这事情啊 又有了新的戏码 有了新的进展 在一个车主网群里啊 这个比亚迪车主啊 讲述自己撞车的详细过程 还说以前开车的时候 就已经曾经撞翻过六辆车 这是第七次撞车 全都是完胜 没有输过一次 他还强调每一次都是别人权责的时候 他才会撞上去 这个自爆信息一出来啊 一些支持他的人啊 观点都发生了变化 如果他是故意撞上去 那就应该担责了 并可能构成了犯罪呀 不过之后 这个比亚迪车主 接受采访的时候 又否认自己曾经撞过六辆车 这是因为被群里的人吹捧了 有点轻飘飘的就吹牛了 那有人就说了 第一次大众车变道的时候啊 本来就要成功了 但比亚迪他突然加速 把他给逼回去了 之后这双方啊 就有点斗气咯 最后就导致了这个事故 根据刑法的规定 追逐禁止 情节恶劣的就属于违法 两位车主啊 都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 当然了 这个罪名是否成立 还要仔细考虑双方啊 追逐禁止的时间长短呢 速度大小等等因素 要我说呀 我们已经进入到的汽车时代啊 马路文明需要尽快普及 马路上 如果人人都讲规则 那就不会有什么罗宾汉了 我们就希望在路上 能少一些故事 少一些事故 好 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话说每年这个时候啊 都是挖野菜的好时节 这不陕西西安 许多市民拿起这个小铲子啊 就加入到挖野菜大军啊 城墙啊 公园啊 绿化带啊 到处都有市民挖野菜的生影啊 这城区挖一挖还不过瘾呢 有的是全家出动啊 开着车去野外开挖 挖野菜大军当中 以五零后六零后居多吧 那有一位大爷就说了 挖野菜 既享受美味又回归自然 还怀旧思故呢 里边有着多层的情感 我们挖的呀 不是野菜 是情怀 所谓情怀 那大爷说了 小的时候啊 闹饥荒 像什么地菜呀 灰灰菜呀 不须这些个田间地头野菜呀 那个时候啊 都是用来填肚子救命的呀 采提时代 拿着铲子倒入找野菜的情景 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挖野菜 那就是对过去的怀念 你看见没有 挖野菜也能挖出情怀来 这是老年人 年轻人呢 也有他们的情怀 每天在城里 忙忙碌碌 生活在钢筋水泥里啊 这挖野菜呢 就成了他们返谱归征 回归田园生活的 一个理想投影 不过 情怀虽好 也得有度啊 挖野菜没问题 但别失控啊 你像有些人 对挖野菜的痴迷啊 哎呦 已经到了走火露魔的程度啊 你像吉林警方 曾经在 金哈高速公路上 查处了三位市民 他们呢 为了挖野菜 竟然就横穿高速公路 你说多危险啊 还有北京圆明园啊 每年开春后 在园内啊 随处可见脚印啊 土块翻动的横击啊 还有些个草地啊 被人挖的是坑坑洼洼的 在四川 有人挖野菜 被困在大山里了 走了十多个小时 才找回家呢 当然了 更危险的是 每一年都会有 物食野菜中毒的新闻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就想说 情怀也要讲科学 这小小的一颗野菜 可别成了情怀 不能承受之重呢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 新明周刊文章标题 麻醉医生比阿克医生更缺 前不久 大家伙都热议 阿克医生啊 缺啊 无法满足看病的需要 其实啊 还有一种医生 那也是稀罕得很啊 那就是麻醉医生 对患者来说 麻醉医生 可以算是最神秘的了 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 哦 就已经被送入到梦乡了 被麻醉了啊 这麻醉医生啊 一般都是穿这个蓝色的手术服 因为没有白大瓜做门面 就显得有点气场不足啊 可事实上 人家麻醉医生的作用 那是相当麻辣啊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外科医生治病 麻醉医生呢 保命 手术室里的18般武器 大多数都是为麻醉科医生准备的 他们通过这些个仪器呢 随时监测病人的情况 保证他们的安全 当然了 麻醉医生不仅仅在手术中保驾护航 你怎么手术 其实呢 也需要他们来拍板 曾经有一个病例 这患者呢 只有两岁 心脏严重畸形 同时还要进行肝脏移植 这两个都是大手术啊 但先做哪一个 怎么做呢 首先那就需要麻醉医生 从他的专业角度来做决定 就是这么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我们国家的缺口啊 就比阿克医生还要大 有数据就统计啊 我们国家每一万名儿童拥有5.3名阿克医生 那到了麻醉医生这呢 却是每一万名人当中只有0.5个人 要知道啊 在美国人家那个比例哈 麻醉医生是每万人2.5个人 咱们呢 只有五分之一啊 所以呢 我们的麻醉医生啊 几乎都在超负荷工作 你像刚刚过去的两年 就有15名麻醉科医生猝死 麻醉科成了医院最不健康的科室 你看 工作压力大 知名度不高 所以呢 一些个医学生啊 他就不愿意选择麻醉专业啊 认为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上身空间又不足 这些呢 就导致了麻醉科缺乏吸引力 麻醉医生储备不足 其实 随着越来越多治疗和检查手段需要麻醉 这麻醉科医生的作用 将会越发重要 有专家就说了 应该给麻醉科更多的重视 让麻醉成为受人尊重 富有魅力的专业 这样呢 才能吸引到更多的医学生 来干麻醉这一行 对于麻醉医生这事 咱社会啊 必须清醒着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 文章标题 许敬青 没得到应得的名和力 许敬青是谁呢 咱放一段音乐 保管您听过 怎么样 很熟悉吧 这是西游记的片头曲 作词呢 是严肃 作曲呢 是谁啊 就是许敬青 在西游记里啊 许敬青是写了15首插曲 上百段的配乐 包括敢问路在何方 猪八戒 悲媳妇 那都是他作曲的 当年西游记火呀 演的人火了 给他唱主题歌的 蒋大维也火了 给他写歌词的严肃也火了 但是呢 给他作曲的呢 说有一次啊 许敬青开车 被交警拦住了 问你是干嘛的呀 许敬青说 我是作曲的呀 西游记就是 是我作曲的呀 这交警不相信啊 说你是西游记的作曲 那我还是红楼梦的作曲呢 许敬青拿出证据来 这交警才相信 哎呦 原来是您啊 几年前都流行这个手机彩琳 对吧 有两首彩琳的音乐啊 是最火的 一个呢 是两只蝴蝶 还有一个 那就是猪八戒 被媳妇 夏彩琳是要付钱的 那两只蝴蝶的作者啊 说因此都赚到了 一千多万的 而许敬青的拿到多少钱呢 只拿到了八千块钱 其中有一个网站 付给他的版权费 是两块七毛钱 许敬青就说呀 您别把钱打我卡里了 直接买包烟得了 现在许敬青正在筹划 他西游记的音乐会 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作为西游记的作曲 他没得到应得的名和力 咱希望啊 这一次拜音乐会呢 能够顺顺利利的 不用再问路在何方了 好 接下来进入赶快 杂志普遍 贵州某职业学院 一请示女生在宿舍打麻将 被辅导员抓了 每个人罚 画一百遍妖姬 您瞧他们画的还挺像的 敢问 这学校是麻省理工吧 重庆某一条马路两侧 围规停满了车辆 附近的居民为了占车位 那真是拼了 拿出了各种战道神器 水泥墩 哨水桶 柜子 还有市民在安全庄上写提示 有车回来 如此战道 那真是把路当成自家停车库了 三只海豹打哈欠 但看上去呀 太像是银行高歌 这个三重咒给满分呗 英国一位骑士 给自己的爱马呀 是设计了一套和自己同款的西装 就连帽子领带都是一样的 这人模马样的 简直帅呆了 英国一只小猪 溜进旁边的农场 与绵羊生活在一起 自始呢 他就把自己当成了羊 与绵羊为伍 不愿为家 好 欢迎回来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 说深圳不少产妇啊 孩子刚生下来 就接到了陌生来电 询问孩子的情况 并推荐上门催奶服务 说等孩子满月了 又接到了婴儿纪念品公司的电话 询问 是否需要给孩子替胎毛做纪念品啊 这妈妈们就惊讶呀 这公司也太神通了吧 从哪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呢 原来啊 在深圳妇幼保健院做过产检的女性 她们的个人信息呀 被泄露了 卖给了母婴服务公司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提供了这么一份泄露的名单 哎呦 这上面的信息啊 非常的详尽 有产妇的姓名 年龄 电话 家庭住址 检查时间等等 这一波未平 那一波呢 又起 紧接着 一份上万条产妇信息的清单 也被报 流入到了母婴市场 几乎就涵盖了深圳所有的医院 涉及之广 人数之多 是令人折舌呀 所有的信息 它都明码标价 便宜的呢 一块钱一条信息 当然信息越精准 那这个价格就越高 你比如有一条上百元的信息 竟然就可以精确到 产妇具体的分娩时间 那孩子的性别 出生的体重 是否有疾病等等 有知情人士说 在深圳啊 都已经形成了一条 买卖产妇信息的产业链 那究竟是谁 动了产妇的个人信息呢 深圳卫纪委的工作人员呢 就表示说 全市产妇信息都收录在统一的妇幼平台 各家医院的产妇信息啊 都登记在这上面了啊 由其他医院呢 来共享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这个信息保护措施不到位 就很容易出现大规模的信息泄漏 你像深圳妇幼保健院的信息泄漏事件 就是因为医院的保安呢 他利用职务之便 把这个信息呢 偷盗出来 看上去 这些泄漏的信息 只是让产妇啊 这个遭到了一些个电话骚扰啊 但事实上 远不止这么简单的 你看啊 姓名电话 家庭住址 甚至孩子详细的情况 都清清楚楚 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利用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事实上买卖产妇信息 并非深圳独有 在其他的地方也有 目前呢 关于公民信息的法律是不少 但都是零散的 出现在好几部法规当中 它缺乏针对性 而且这些个法规啊 也基本都是事后处罚 它治标不能治本 所以呢 有专家就建议啊 应该出台公民信息保护法 事前的防范与事后的惩戒 要相结合 产妇信息成了商品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 你可别旨在盘山学部啊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 说河南驻马店一所中学啊 实行包餐制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校住宿的学生 按周来收你的餐费啊 男生一个星期五十块钱 女生一个星期四十五块钱 全部都冲到饭卡里 到了周末 这卡里的钱 如果你没吃完 对不起 自动清零 但有人就说了 感情 您这是学这个电信运营商啊 到期清零呢 面对质疑 这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解释了 说实行包餐制啊 是经过了论证的 除了这个学校 好几所学校也都是如此啊 咱这么做呢 是为了学生好 你看有些学生 拿着家长给的钱 他乱吃东西啊 学校让他把钱冲到饭卡里 并定时清零 那就是要让学生不乱买零食吃 只能去这个餐厅啊 吃饭 这话听着呢 好像是挺替这个学生着想的啊 可是为啥 听着听着 总觉得有些别扭呢 你算尽你的钱 还算是为你好 这未免也太鸡贼了哈 如果食堂饭菜 你物美价廉 那学生当然就会吃 一周五十块钱 那是不会剩下啊 但问题是食堂饭菜太一般了 你这样有学生怎么说的呀 说宁愿被扣钱 也不愿吃食堂 于是呢 这学生的饭卡就都被清零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一读文章标题 什么A41哥两百年前落报了 最近这A41那是火的不行啊 一时间多少女明星是纷纷静折腰 晒出了自己的小蛮腰 要说这世界那真是对胖子太不公平了 永远是变着法子在这捧瘦子 在胖子的伤口上撒盐 接着撒胡椒面 再加一点点纸蓝 其实嘛 对细腰的追求是古已有之 你像楚王号细腰宫中多饿死啊 那就是A41的古代版呢 西方人对细腰的审美 比我们的更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 你像十七世纪初啊 欧洲呢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铁质胸衣 哎呦长这个样子啊 光看着呢就觉得可怕 到了十八世纪啊 十九世纪啊 这欧洲人呢 对细腰的迷恋 那刚是到了变态的地步 今天被夸耀的这个A41啊 尼格当时啊 那都落报了啊 属于不入流的体型 随便拉个三线贵妇啊 都能秒杀你 说当时流行这么一个宫廷细腰标准 十四英寸 大概就是A41的一半呢 如果腰位超过这个标准 那也就意味着 这姑娘不是好姑娘啊 哎呦 够不上一个贵族应有的品格 那不仅姑娘受辱啊 连这个家族的脸面都丢光了 于是呢 为了达到这么一个细腰标准 当时的这个欧洲贵妇啊 那是竭尽全力 把自己的腰 塞进越来越细小的镜绳衣里 哎呦把这个穿衣的过程都变成了一场杀猪般的战斗 你像电影这个乱世佳人里啊 女主角好似家 都扶着柱子 让下人把她的腰再勒瘦一些 再勒瘦一些 这镜头啊都成了经典画面 只不过腰那是越来越细了 身体呢 却越来越差了 因为竖腰 这女性的勒骨啊 被压缩变形 包括这个肺胀 胃 肠道 因为长期压迫收缩 哎呦 到了20世纪 这西方人终于回过神来 发现竖腰啊 这事呢 简直太不人道了 对西腰就不再那么疯狂追求了 而是逐渐回归到宽松自然的状态 咱们再说回现在这个流行这个A4腰 那有医生就说了 A4腰啊 意味着腰围顶多是一尺七 这个标准对成年女性来说 那实在是太苛刻了 说实话呀 为什么网上炫瘦成出不穷的 并且来一个火一个呢 说到底呀 还是跟人们以瘦为美的观念有关的 那当瘦的成了美的代名词 并在网络的这个巨大传播力推动下 更多的人为了能够跟上这么一个潮流 那就对自己下毒手啊 到处都充滞的减肥减肥减肥的声音 不过在这呀 我就想说呀 还肥厌寿各有所爱 你没必要 非得搞一个统一的瘦标准 更无需跟风 拿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他有他的水蛇腰 咱有咱的 虎背凶腰 健康就好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几个瑞瓷 第一个 网上践行 最近在微博上流传这么一篇文章 你走 我不送你 你来 风在大雨在即 我都去接你 这是重庆一姑娘写给他朋友的践行文章 那真是感动了不少人 每个人都经历过离别 同学毕业呀 同事辞职啊 朋友出国呀 我们践行的方式呢 好像以前是大同小异啊 无非就找家饭店酒楼 好好的这个吃一顿 聚聚 吃完饭 再唱唱歌 然后呢 送当事人去车站 去机场 不过 进入到互联网家时代 践行与时俱进了 所谓的网上践行 就是省略掉 吃饭 聚餐 唱歌 喝酒 这些个套路 而是通过朋友圈 或者是微博呢 以一首诗 一首歌 一篇文章 这样的方式啊 来告别 这样的践行方式呢 让你别变得更加的轻松 也变得更加的诗意 你看这昔日的朋友 同事啊 为自己这么精心写的 这个诗歌文章和照片 想象都感动啊 而且呢 这网上践行 甭管是文字还是图片 都可以长久的保存 随时 拿出来看一看 想一想 好 下一个瑞慈 伤心日记 前面有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啊 被晒到了网上 他是这么写的 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我要感谢妈妈的辛苦 劳动啊 首先我给妈妈讲故事 不过妈妈好像不喜欢我讲的故事 一直在看手机 这让我心情大打折扣 于是呢 我就对妈妈又说祝福 可妈妈依然看着手机 我更加伤心了 接下来我就想 我给她捶捶背吧 我就卖力的给妈妈捶背 可妈妈还是看手机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更伤心了 这么一篇孩子写的伤心日记啊 就让不少的家长脸红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 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我在你身边 你却在玩手机 现在不得了 很多家长 他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连上WiFi 哎呦 刷微博 刷微信 看电影上网 各个都是低头足 他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呢 远比陪孩子的多 就忽视了与孩子的交流 哎呦 有心理学家呀 就说家长沉溺于手机 不与孩子互动 容易让孩子缺乏被爱感 导致孤僻内向的性格 到那个时候 估计就轮到家长们伤心了 所以啊 在孩子面前 家长要做的 放下手机 好好和孩子享受着亲子时光 好 接下来一个瑞茨 坚强综合征啊 哈姆雷特 有一句名言 女人呢 你的名字叫脆弱 那男人的名字呢 叫什么呢 应该就叫坚强啊 男孩子啊 好像从小就被教育 要做一个男子汉 要坚强 那久而久之呢 他们就都戴上了坚强的面具 但是有的时候 坚强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患有坚强综合征的男生啊 他生病的时候都扛着 另外呢 在心里出现问题的时候 也扛着 不愿意寻求帮助 还有啊 女生 他失恋的时候 哭哭哭啊 男生呢 坚强 有泪不轻弹 但其实啊 很多都是假装坚强 哪怕他们内心饱受煎熬 也不愿意有所表现 其实这呢 更痛苦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